好 在經過剛剛無程式的介紹之後呢 我們記得來進入到第一個模組 加熱製程 加熱製程 那在進整個加熱製程呢 我們剛回顧之前我們講的 Silicon有一個熔電 1414度 超過這個溫度 錫晶圓就會融化 因為錫本身也會融化 所以整個加熱製程的溫度 基本上不會超過1200路 一般不會超過1200路 因為只要靠近1400路 它可能開始變形 晶圓暫留一屆之前 不是說融電 不要倒停的美式 接近它可能就開始 怎麼講 就軟化了 一軟化之後呢 晶圓可能就會扭曲 就會變形 所以整個溫度呢 基本上 基本上不會超過1200路 而我們這邊講的加熱製程值呢 是溫度高大約超過400度以上 400度到1299C左右 因為在半導體製程的設備當中 絕大一份的製程設備 都有加熱的功能 只是這些溫度可能都在300度內 而會特別使用到特別高溫的加熱製程 我們可以說是高溫製程好了 我們這邊這個章節都要講的 什麼高溫製程 而在整個吸晶圓的製造過程中 剛剛講的融電是1400 1414度 可是在晶片的製造過程中 會使用到高溫製程的 主要有四個物理 一個就是擴散 擴散通常就是掺炸物的擴散 第二個氧化 因為之前介紹過 系跟空氣都能氧 在高溫的環境之下 可能容易產生出一層 二氧化性絕緣層 所以氧化呢 可以讓氧化成一個絕緣素材料 再來就是沉積 浮墨的沉積 浮墨的沉積需要高溫來促進化學反應 要化學反應才會形成浮墨 所以通常需要高溫來達到浮墨的產生 因為一般的原子材料是氣體 而氣體通常是氣體 如果溫度低的話 它是不會產生化學反應形成浮墨的 它必須要高溫的環境下才會形成浮墨 再來退火 退火的通常是怎樣呢 你的半導體製程當中 如果會有破壞 細節裡面原子結構 或是原子間結構 或是原子間結構破壞掉 你要等下把它修復回來呢 就需要退火 退火就是一種高溫的熱情力 因為只要溫度高 宅子才可以獲得足夠的能量來移動 而移動呢 它不會從被打壞掉的位置 再回覆到清歌點的位置 有我們之前講過嗎 細原子它是按照金額去排列的 是按照金額去排列的 它如果不在清歌點的位置上 就需要給它的能量 讓它跑回清歌點的位置 這就是修復 所以退火本身是一個修復的作用 修復金額內缺陷的過程 所以擴散是蒼雜物的擴散 這上面的單機材料產生缺陷 你想要修復金額的時候 這個動作就要退火 那整個加熱的製程當中呢 分別有所謂的硬體設備 這硬體設備其實呢 高溫的硬體設備主要有兩個 一個叫做高溫爐管 Burners 高溫爐管 另外一種是單片製程 我們叫做Archete快速加熱製程 所以呢 目前的高溫加熱製程 主要有兩種腔體 一種就是爐管 那爐管一次可以進一核甚至兩核晶圓 可以就看爐管的長度 爐管長度越長就可以進 越多的晶圓裡面作業 所以這種同時可以進行兩片以上晶圓的製程 這個我稱之為批量製程 就一批兩批的米 批量製程 因為它一次就可以進一整個晶圓 一次就可以進一批的晶圓 這我稱之為Batch Time Batch Time 後面應該會 批量製程 那它有一種是單片製程 Single Wave Time 就是一片 一片做完之後大概下一片 所以它的槍體很小 批量製程它的槍體大 它的槍體大 它的槍體大 單片製程它的chamber小 它各有各的好處 批量製程的好處是什麼 成本地 我通個晶圓 我一次就進行25遍50遍 一次就做完25遍做50遍 那單片製程一次只有一片 但是它的好處是什麼呢 如果一旦出次 不會大家一起死 比如說如果製程 進行到一半 突然之間機器出現故障 或是突然之間有抵震 哇一回 一回我們全家 整批心就一起回 那單片製程一次就一片 一次就一片 一次就一片 但是單片製程一次一片 你會覺得我下很慢 不如一次可以做25遍 但是因為單片製程的體積 槍體體積小 我要升降溫的速度 就可以叫化 因為體積小 熱容量又低 所以你要升溫所需要的熱 就可以比較少量 所以它可以快速的升降溫 所以單片製程呢 它都是搭配什麼呢 它可以快速升降溫 快速升溫 也可以快速降溫 所以我們稱之為 Rating Thermal Process 迅速的熱出力 簡稱RTP 取一個字RTP RTP Rating Thermal Process 快速熱製程 快速加熱製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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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個單片製程 因為它搶你小 才能夠快速的升溫 快速的降溫 那假設就是 不管呢 這麼大一天 你要升溫焦到 半小時 降溫需要六小時 升溫不壞 降溫不壞 升溫就是 趕快加溫 大家如果是手菜 如果今天我要加熱 我的手菜鍋 我要升溫不壞 就把我開電給阿里 好對不對 好 然後加熱製程 哇很熱很熱 那我降溫怎麼辦 我問題都把我關掉了 然後呢 然後慢慢慢慢的降溫 所以 降溫很慢 如果你降溫很慢 你不要跟我說 你可以丟另外一頁 你會被老闆打死 降溫很大 OK OK 而 整個降溫性能當中呢 最少最重要的製程就是氧化 什麼是氧化 就是性跟氧 產生化學環境 結合形成間解 會產生一個天然的氧化物叫 二氧化形 二氧化形非常的好 斯里克是可以說成為現在製造機體電路的最主要材料 除了它便宜含量多之外 它更大的優點就是它的氧化物 是一個熱溫定性非常好非常堅硬的借電子材料 所謂的借電子 你可以想就是絕塵 借電子就是絕塵 借電子就是絕塵 那就是 呃 我覺得就是絕塵 然後呢 它很容易可以透過高溫的過程當中形成 那這次吸塵和氧化學環境主要半導力材料的主要原因 因為它容易氧化 而且氧化出來的這個 抹抹 熱溫定性很好 熱溫定性非常的好 所以回到這個 晶圓晶道夫城市之後呢 它就可以去經過熱熟營 所以我們來先介紹這個過程 熱熟營這個過程 那加熱的過程呢 所使用的爐管就稱之為高溫乳 Burners 高溫乳 那高溫乳一般也可以稱之為擴散 只是現在很少人在於擴散 只有學校還有在於擴散 現在的先進晶體電路的製程當中 已經沒有在於擴散 擴散 擴散是個早期的名字 因為早期 半導體的擴散 晶體電路的擴散 靠著是擴散 這個動作 但是現在都已經 該有離子模式了 也就是說 不再是使用高溫 然後呢 都可能從表面慢慢擴散進去 已經不用這種技術了 只是 只是 以前是有這種技術 所以通常高溫乳就比較擴散 但是現在基本上 不太使用擴散這個動作 所以就 高溫乳就要高溫乳 那高溫乳有分什麼呢 水瓶的跟槌子的 所以就是 如果來是 長涯的水瓶擺放 跟槌子擺放兩種 水瓶擺放跟槌子擺放 有分兩種 那高溫乳必須穩定均勻 精準的溫度控制 低微粒汙染 高生產率 可靠度 以及低成本 廢話 就是 能好的竟然越來越好 穩定性好 均勻度高 精準的溫度控制 低微粒汙染 高生產率 可靠度 以及低成本 就不要這樣走啊 哪裡有廢話 有點像廢話一樣 能好的地方當然竟然好 能要求的地方當然竟然要求 因為你是花血來盧管的人 那爐管整個加溫爐管 這個高溫爐呢 基本上可以分為五種套件 這五種套件分別有 控制系統 其實就整個電燃花當中 你要輸入指令的地方 要去控制每一個機器 該做的控制 還有呢 爐管本身 這就是槍瓶 槍瓶 再來 在高溫製程中 你需要用到氣體 你的原材料也是氣體 所以又需要什麼呢 氣體輸送進去 跟進去反應完之後 要把氣體給排出 以及怎樣呢 晶圓要進出的 裝載晶圓的軌道 主要可以分這幾個 所以 整個爐管的過程 它做這五個基本要件 我們把爐掛了來看 這次的爐管實際拍攝 大家可能 看不出來對不對 沒有真實看過爐管的舉手 好 好 大部分有看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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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 如果在裡面 Curie 我 如果 一生етр 家圓就在這個槍体裡 因為家圓 腳ぐ他 所以 看一下 MB 周圍 我们就下期再透过来给大家看影片 好 的话就会不会 好 首先 哇,這個已經直接放在Youtube上面教學了 好,首先,一根爐管 一根爐管我剛剛講過,有幾個洗澡 首先會有什麼呢 我先用塔通圖來描述一下 先看一下 一個爐管會有一個控制界面 它控制誰呢 它控制槍體裡面的溫度 跟汽體要怎麼輸送進去 怎麼排放出去 還有承載晶圓的性能上移動 所以 所以有晶圓進出爐管完成控制跟中檔 所以如果以爐形來看的話,就像這樣 這是一根水平的管子 然後晶圓要製造過程,要進去爐管裡面 就需要一個承載系統 晶圓要放在承載系統之後 放進去 那通常用什麼來去裝晶圓呢 一定要是一個熱穩定性非常好的材料 因為剛才過爐管門設施的加熱精神 它的溫度甚至會上升到1,200度 所以承載晶圓的東西 這個東西的熱穩定性要很好 而通常用什麼呢 會用十一 或十一 十一 十一就是單靈的二氧化形 那 十一呢 做成的軸子稱之為金鐘 波 金鐘 鐘就是純完的意思 清州已波萬聖山的鐘 因為它的乘客不是人 是金圓 所以這個 這個承載早期就稱之為金鐘 早期是用金鐘啦 現在就直接是一根 一根過來了啦 因為早期只有 只有一小船 所以早期我們在大學生生的時候 在做四吋金圓的時候 有一個小金鐘 金圓幫他去二重建之後 再把金鐘慢慢的 往裡面推 那現在是直接一整個 十一的承載去做 好 所以 所以這裡應該會有一個承載的裝置 這個承載的裝置 就是要用控制面板 控制 什麼時候要出來 什麼時候要進去 而 出來的時候呢 這個管口 管口的開關就要轉開 管口打開之後呢 晶圓才會拿出來 或是才可以拿進去 那晶圓完全進去 之後呢 管口就會封起來 封起來之後呢 它裡面會通得起 然後開始加熱 它是利用加熱線圈加熱 而一般乳管呢 一般乳管至少會有三組 加熱線圈 分別在哪裡呢 管口 就是進出的端點 管口 通常氣流是從管口吹進來 管口 以及它呢 中間放置晶圓的地方 那因為管口外面是室溫嗎 所以管口這裡的溫度會比較低 管口因為外面也是室溫 阿姨從中間 如果有氣流全部吹進來 氣從那邊吹進來 氣流吹進來會 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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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涼 把氣流放下 氣流吹進來涼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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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孔面温度會比較低 所以 真正加熱到1200度 我們確認 聶圓要釗辭到1200度 或者高溫製程的時候 我們要確保是晶圓的第一片到最後一片 這段區間是穩定的限量來度 就OK了 頭尾因為晶圓不在頭也不在頭 它在中間 那當然一般都會怎樣呢 一般都會在頭尾的局部地方 眼封保持跟爐管中間一樣的溫度 現在的機械做的越來越好 它維持溫度平淡區 越來越範圍很大 範圍很大 其實說穿的你只要把線圈 你越有錢就纏的越多一點 或是越均勻越長一點就可以 越均勻越長就可以了 所以會有控制系統 控制什麼呢 控制這個存在重置的進出 控制這個加熱線圈的升溫 控制氣體什麼時候要進來 什麼時候要排放 就需要這個控制系統 所以回到剛剛的影片 這個就是一個控制面板 這個就是一個控制面板 然後呢你會看到 剛剛講的 加熱線圈 可以將爐管分為三個區間 有頭 有尾 有中間 然後你會看到 現在它設定的溫度 都在六 都要六百度 下面這個是設定溫度 上面這個是實際裡面 溫度計 一般是有 捨木卡會來測同溫 就是它只是有溫度計 然後溫度計測出來的溫度 你會看到 哇 這裡599 596 601 最高跟最低溫只差 5度而已 會不會覺得 我不知道在你裡面 是不是 哇 很好 基本上 在這種情況下 還要等一陣子 通常它們會設定 到底這三個溫差 小於多少度 它才可以開始進行製程 才可以分清 這可以設定 這可以設定 所以如果升溫的時候 大家有知道 升溫有時候不小心 可能會是過頭嗎 對不對 所以通常升過頭的時候呢 它的那個加熱心率功率就會下降 等它慢慢的再降 回到穩定的溫度 所以如果呢 它的升溫 通常會不會溫溫 溫溫 或者是說快到的時候呢 你會 加熱的功率就會下降 讓它慢慢穩定的上去 但是總會先有一段 穩定溫度 當溫度都穩定 功率也穩定之後呢 它可以開始溫氣 而這時候你可以控制 你要溫的氣 有哪些準備 有O2 有N2 還是有什麼氣體 就看這個乳管 配了多少的氣體管建進去 可以用控制面板來控制 它可以控制 我溫度到來幾步的時候 在多少時間內 通什麼氣體 然後這個氣體要通多久 要關掉它 欸 有同的氣體 這些都是控制面板在幹的事情 所以嚴格說起來講 控制面板就是一個 程式 從第一步做到最後一步 乳管的第一步到最後一步 全部都寫成程式 當機器進行 操作員 只要在電板端控制好 把你要的過程全部寫進去 按下去 它就自動 它就自動被做 它就自動被完成 它就自動被完成 這個 這是裡面的程式 然後程式裡面 幾句就會寫 為什麼的時間 你要通什麼氣體 比如說這個 它每一個程式 它每一步都會告訴你 幾點幾分 幾點幾分 要通多久 要做什麼 後面要通什麼氣體 然後壓力是多少 喔對了 這個 有些高位乳管 它還需要 抽真空 它需要在低壓的環境 進行突破車間 那它就會多一個系統 叫做真空系統 它需要有個抽氣裝置 把 整個槍底 的氣壓 這樣 要把氣抽中 來抽真空 所以 如果是真空乳管 它還多一個裝置 就是 抽真空的真空系統 這個 這個 也沒有什麼 沒有 不知道 為什麼會跑下場 為什麼打 這個 會出現任務機 誒 誒 哇 可能是 打分的是一塊爆炎 很怪物的偶遍 噢 終於有了 這是魯碗 這個就是荊州 整個荊州連著這一個 這裡有整條荊州 然後 積圓要放在荊州上面 不過他 他這裡還沒有放上荊州 唉唷 荊州出現了 上面有荊州 這就是荊州的 那個放棒 有沒有 這就是魯關筒 魯關筒 這是荊州 然後上面放荊州 荊州上面放荊州 然後呢 這荊州將會把荊州送到魯關裡面 然後這個最後就是把魯關口給封住 所以會有一個荊州 放在中置 然後呢 這是封住 封住 封住魯關口的 所以他會送進去 把它弄起來 進行加熱 這是基本的魯關 哇 這電腦太老舊了吧 竟然該是這種 這是幾十年限啊 動詞系統嗎 就這樣 這個很棒 這剛才就是魯關的全爆 好 魯關口 然後魯關在裡面 然後 金桌放晶圓 整個承載系統 到時候 這樣呢 送進去 升溫 然後進行製程之後 降溫再把它拿出來 再把它 金桌放下來 金桌放下來之後呢 沒有用的時候 這個魯關會把它關起來 要把它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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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 如果今天你的高溫爐 是需要 抑壓的環境 你的槍頂 需要抑壓的環境 你就需要多一個真空系統 就是多一個幫魯 燙 把氣體排掉 好 讓裡面的氣壓啊 太有力了 那 魯關有分水魚魯關 跟錘子魯關 兩種 那直立式的魯關 跟水魚魯關 差一個什麼 直立式的 它的佔用的面積比較小 因為水瓶式的 既然是水魚放下來 它佔用的面積比較大 錘子式的 從鳥看 看下來 它的體積就小 跑出這種呢 前面講過 無塵式的招架很貴 無塵式裡面 變寸不寸進 所以機台能夠佔用的空間 越小越好 這樣它還可以放進更多的 吉他 所以東方都會希望 機台的體積 希望你能夠變小越好 所以 第一個 錘子 錘子魯關 直立式的魯關 與水平魯關 地方就是它的 電積小 直立的電積小 水平所佔的電積大 立起來就是電積小 第二個 微粒汙染 為什麼 因為微粒的顆粒 基本上都是從上面 往下掉下來 根據第七一粒 微粒只要出現 通常就是從高處往低處落 對不對 那如果今天是水平魯關 每一片圍頭都是這樣的話 那 微粒掉下來的時候呢 就有可能沾到 每一片鏡頭上面 認真的 你不知道 假設今天有很多個 微粒要掉下來 假設這個魯關裡面有微粒 或是通了氣體裡面 你的氣體不純 氣體裡面有微粒 所以只要往牆裡面 只要有微粒 這個微粒就會亂飄 那就可能會造成什麼呢 對於水平魯關而言 微粒就會碰到 不同的鏡圓上面 可是如果你是 直立式的話呢 只要出現微粒掉下來 就在第一片上面 第一片就好像是下面 整個公片的保護層 所以微粒只能掉下來 大多會被第一片鏡圓給承受住了 那第一片 你搞不好可以放一個測試片 就是它不是以政治要做鏡圓的 政府正做為擋片 擋片 擋片 就是 就是它不是真正要拿來製造電路的鏡片 是用來製成 為了要製成更肯定的輔助片 然後放一片來擋住所有的微粒汙染 那它的微粒汙染就比較不舒服 因為它全部都在機器片 就可以接觸這個汙染 而讓這個微粒不會繼續往下滑 然後再來 能處理大量的鏡圓 我覺得這個 水平跟泉質都一樣 水平跟泉質都可以處理大量的鏡圓 那基因應訊號的微粒 基因是很低 這都不是重的 所以這兩個差異最大的就是 面積跟微粒汙染 這才是主要的 其他的基本上兩個都可以拿到一樣 兩個都有機會拿到一樣 那高溫物裡面的零件 最主要是用石銀製成 因為石銀才能耐高溫 石銀才能夠耐高溫 那石銀就是單晶的二氧化型 而石銀的容量有多少呢 來看一下 石銀的容量高達1,600 石銀的容量比細的容量還要高 石銀的容量比細的容量還要高 這要知道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融解之力很 你用的那個展規器做 你可以用石銀 因為細融化了 石銀都還沒融化 所以通常石銀通常可以拿來當乾鍋石銀 所以呢高溫物裡面 大二分的材料都需要耐高溫 所以絕大部分都是使用石銀來製造 石銀來製造 包含金圓裡面的金粥 然後呢金粥的存在架 跟整個槍嶺 整個輪管的圓圈槍嶺 也都是石銀構成的 石銀構成的 那另外它有一種就是碳化系 但是因為它比較貴 比較重 所以基本上絕大部分都是使用石銀 碳化系也可以 但是目前是低級高的 石銀構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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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有過 控制器裡面呢 就是要控制金圓的裝載 卸展 以及每一步 升溫通氣體 降溫的每步的處理時間 以及你的升溫的速度可以有多快 然後氣體的流量要流進去多快 多少 然後以及包含在過程中 它會記錄 它會記錄從一開始 你知道過程中到解除過程中 每一個時間點他的溫度 他的氣體流量他都可以記錄一下 所以你會看到他可以控制製成溫度的升溫 但他無法控制降減 因為你沒有給他降他的武器啊 請問他要怎麼降減 熱要怎樣傳遞 熱的傳遞三種 傳導對流輻射 傳導是要接觸 他熱才能夠流過去 從溫度高往低溫度地方流 對流一般講是液體 或是你可以講是空氣的對流也可以 空氣的對流也造成熱 他一種什麼啊?輻射 熱輻射 那爐管裡面你可以看到 爐管可能丟一個低溫的東西去幫他降溫 所以爐管的降溫只能靠他自然的熱過散 自然的靠氣體的熱對流 靠溫度的輻射給降溫 所以爐管降溫 好嗎? 像早期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今天要去漲個二氧化氣 我們要需要升到一千百度七 就坐在那邊升溫 等升溫 然後呢升溫 升上去花了半小時 然後自成溫度 下我們做了一小時的氧化 一小時結束之後 按降溫 接著就要等三到四個小時 溫度才降下來 我們才可以再花一塊 拿出來 這樣子 所以通常我們都要趕在 什麼呢? 趕在早上十點前 甚至九個小時的實驗 為什麼? 因爲這樣才有機會 自成做完了 安定降溫 我們就可以出去吃午餐 因爲這樣降溫過程中 沒有要進去自成 就只等他嘛 我們幹嘛在心腸等 我們就出去吃個飯 吃個飯 睡個文覺 睡一下 好回來 看降溫的障礙 你會降到 再來收館 就這樣 如果你晚點做 你就要玩吃午餐 因爲價格很滿 所以 每一個微風器 每一個 裝置都需要有一個微風器去控制它 用電腦去控制每一個界面 然後呢 氣體呢 基本上是有氣體 或者是除氣槽 除氣槽呢 會有一個控制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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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拔是控制開關 這個拔是控制開關 而這一個呢 是控制流量 流量 這個稱作為 質量流量控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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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X就是質量流量控制器 MX Pro Control MX Pro Control 它是質量控制器 也就是說 這個只有開空關而已 就是有開 有關 有沒有打開有沒有關起來 而氣體流出來之後呢 當你這個 氣體一衝出來 你要讓它衝很多過去 還是衝少很多過去 就靠它 這裡面有個蝴蝶把 氣體在過去的時候呢 它可以控制這個拔 會比較大還是小 拔口如果一天打開來 那氣體就衝很快 拔口很小一點 那就衝得比較慢 就衝得比較慢 所以那個控制是控制流量 這個就是要控制 電腦去控制 電腦可以控制這個開關 以及這個流量檔 來控制你要控得起你的速度 每單位時間要從多少 幾斤的氣體進去 這是控制流量檔 這次別人再控制 那中彩系統大家講過的就是用來 承載晶圓的 晶圓的Low-in 的Low-out 我們是對Low-in的Low-out 好 再來 氣體的開放氣體很重要 因為今天如果是氧化製程 氧化製程通常通的氣體就是氧氣 那氧氣通到我管內 部分的氧被更新晶圓 加熱它一邊的二氧化氣 它總是會有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沒有反應完的氣體怎麼辦 今天是氧氣 你會說我現在害怕 那假設今天空的氣體是氧氣呢 氧化也會用到氏氣喔 氧化可以用到氧氣也會用到氧氣 那氧氣如果沒有反應的話怎麼辦 亂排放出來嘛 你要知道氧氣是會爆炸的 氧氣控制不好是會爆炸的 甚至還有一些氣體是有毒的污染物 有毒的污染物 比如說 那個 ASH5 或是 P BH3 這種 還有紅 還有零 還有深 的氫化物 它是氣體 我們通常要參與 參與到氧氣面的時候 這些氣體如果沒有反應完怎麼辦 所以 通常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或者是反應完後的浮殘物 或排出的氣體 全部都會進入排放氣筒 全部這些氣體會 統一的抽放 就去排放氣筒 排到哪裏呢 排到一個燃燒箱裏面 排到燃燒箱裏面 在這燃燒箱裏面 把它燃燒完消耗料就會變成無毒的氣體 那無毒的氣體才有機會 排放到空氣中 這個樣子 所以 基本上 所有的爐管 所有的高溫爐 或是加熱強力 都會配有燃燒箱 是怎樣呢 是加沒有反應完的氣體 或者是製成中的副產物 全部都排到燃燒箱裏面去燃燒 把它無毒化 或是把它消耗完 變成無毒的二氧化碳 或是無毒的各種副產物氣體 氮氣啊 這種東西 然後反應完之後呢 再 排出去 在冒陰 在冒陰 白色裡面出來 這個樣子 那有的時候呢 反應的燃燒過程中 會有一些物體的副產物 或者是產生毀率怎麼辦 燃燒箱裏面 還出來 氣體在跑出來的時候 還在經過吸引氣 就是殺手 就是我擺出來燃燒出來的氣體 裡面可能會有煙惡涼化 可能會有微粒汙染 那在排出去之前呢 再來使用洗衣器 也就是怎樣呢 加可以溶淨與水的這些物質 全部都罷免成水溶液 然後之後去做污水球衣 然後盡量讓排出去的氣體 是乾淨的氣體 而有融的汙染的氣體 大部分都會溶解在水一邊 水一邊 最後會經過洗衣器 然後最後才會加 沒有毒的 也沒有具有所持性的氣體 在經過燃燒箱燃燒完 經過水溶液把它人解掉之後 剩下無毒 國府實際的氣體 才可以開放到大氣體 所以就知道 身為一個有良心的半導體製造業者 這些環境污染 改善所需要的這些設備 都要把它打開出去 所以 一個半導體廠的廢水 廢氣 這些廢氣物的處理很重要 因為它每天都是幾公噸幾公噸的在用 你要知道 污塵室裡面的水 幾乎是20小時在裡面 而且是同時有好多的槍體 如果經坐一起在用 所以它耗的水很大 它耗的氣體也多 它耗氣體 所以如果這些氣體 如果不要只經過四般的環島處理 孤獨化 你就知道 它會造成有多多大的環境的損害 那這裡我們台灣的大部分 其實代表我們做得很好 聲音做得很大的同時 環境也不太不然 那這裡就是 大家看 水瓶路管的西域 跟垂直路管 垂直路管 垂直路管就是這樣上去一下去 垂直的上下 水瓶路管就是水瓶的進出 然後垂直就是垂直的進出 所以垂直的結面積 比較小 水瓶看下去的結面積比較大 所以水瓶站的面積比較大 水瓶站的面積比較小 看完剛剛的影片之後 再看電單看看好了 好 爐管在這裡面 然後呢這裡是等 爐管他出來的時候 出來了之後的空間 爐管他出來 其實就會拉出來 然後推進去 其實就會推進去 所以爐管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設備 很大的設備 然後這是垂直管 錘子錄管 錄管是錘子上下的 錘子上下的 所以呢 當時坐在糟的地方 看不太到 看不太到 那這裡就是錘子錄管的系統 一樣 它是不是將水瓶的東西給立起來 一樣 加熱線圈跟三組 中間的管頭跟管尾 各有三組加熱器 以及控制加熱器的感測器 跟加熱線圈 然後電腦可以控制你要升溫的功率 普通的電腦要快還是要慢 加熱要快還是要慢 晶圓呢從機器手臂 從機座 等全部飽滿之後 再盛載進去 盛載進去加熱 加熱度度到的時候 製程器也會將氣體重進去 然後全部經過高溫 就化學做用之後 講話啊 退火啊什麼的 結束之後呢 氣體再把它轉換 一般的氮型 然後再把爐管推出來 這個樣子 這就是一個示意 那如果你要抽真空的話 就會有一個壓力固體器 然後會有一個抽氣的裝置 把裡面的錢抽掉 好 好接著就是要看氣體的部分 晶圓不論是要進去爐管 或是出來爐管 都是很緩慢的運動 為什麼呢 大家要知道 固體會所謂熱張冷縮 好 所有固體都會有它的膨脹技術 熱張冷縮 如果今天 你的溫差 不然就給它很大 就好像這位COSTA 它就很努力脆化 甚至會扭曲變形 晶圓只要扭曲變形 晶圓只要扭曲變形 自動對準系統就會對不準 那它就爆笑了 所以如果你的晶圓產生了彎曲 也就是我們所謂的Bending彎曲的 因為加入的膨脹 你進去高溫太快 從室溫到高溫太快進去 它就瞬間要膨脹 然後表面跟內部的溫度 還不一致的時候呢 它膨脹起來的程度不同 晶圓就會彎曲 或是從高溫到室溫的時候 你瞬間的把它打出來 哇 外面突然之間 變到室溫的環境 可是晶圓的內部還是高溫 它就會變成外面要縮了 裡面還沒縮 那就會也會彎曲 只要晶圓一彎曲 這片晶圓就爆彎了 因為在後面的黃光對準系統 它就對不準 它就沒辦法對準它了 表面突然也會Bending 那Bending然後例如Y的話 例如Y可能就是 數十個Nm或是Micometer 那它就對不準 晶圓的外面 所以晶圓因為它會產生很強大的弱弱力 所以要緩慢的進去 跟緩慢的出來 從室溫到高溫 就是慢到慢到慢到慢 多慢 很慢 慢到什麼呢 剛剛講的那段長度 你按它波音進去 過了整個金鐘 過了要進去就要波音 波音進去 可能要花個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波到出來要等個十分鐘到二十分鐘 所以假如我吃完慢回來 它沒報到出來 你就說 應該在滿肥正通啊 它喝一下 再進來 我就在這邊等 等它慢慢 慢慢的 真的就是這麼慢 就這樣慢慢去玩 所以我就在講 它比我這個速度還好慢 你也可以換眼 但是不要承擔 你進去可能會 彎均的後果 這個是現在的 像早期我根本都等不起 我的曝光都是手動對準 不是用機器對準 機器對準 機器對準的威格就很重要 只要你的尺寸 彎均的超過威格 機器都對不準 那像我早期我在做實驗的時候 是能夠手動用顯微鏡去對準它 那有時候你不想等 我就直接拿個吸管 一乾淨洞 直接把整個靜州 就直接退到我外面 蓋起來 吃飯 然後回來 一乾淨洞再戳出來 但是我不會這麼神經病 白癡的就直接從室門推進去 通常我都會是這樣的 靜州放在爐管口 因為爐管口的溫度 畢竟比外面的溫度高 肢體裡面低入輪裡面 所以一般都會將 靜州放在爐管口 放個五分鐘 慢慢慢慢熱身的 再一乾進去 這樣會不會全部麻煩 居然會說要慢慢進去 慢慢進去 等我變成學長 我就變成 擠進去進去 因為學校做實驗 學校做的東西 沒有要練一天競爭 會講求舒服 好 但是如果是自動化系統 就沒有辦法 因為自動化系統 你只能等 它就不讓你這麼快 你怎麼辦 你就照等 所以高科技就是 它會自動化 但是你沒不敢走 因為它沒有進去 它還沒有進去之前 然後你做任何事情 你認不上就 回 所以你要在那邊 輕點目睹它進去 這樣子 好 那氧化是整個家族 過程中最造成的步驟 它一種添加之神 因為它添加了神 它將氧氣添加進去 然後跟心產生了二氧化系 所以這個二氧化系 會叫做成長二氧化系 因為二氧化系的生成 會動到 它的氏來自於 細晶圓 這個原材料 所以有利用到原材料 所產生的活物 就稱之為成長 Worth 所以這叫做 S-I-O-N-G-Worth 成長二氧化系 所以這個氏來自於 細晶圓 然後這歐素來自於 外用於它的氧化 產生反應之後 就變成了二氧化系 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的氧化是有什麼步驟呢 它就是氧 到了細晶圓表面之後 跟細晶圓表面產生二氧化系 然後就產生了第一層活物 那後來的氧怎麼辦呢 後來的氧是 跑到這氧化系的活物表面之後 然後融進去 穿刀到裡面 擴散進去二氧化系層 擴散到細的表面後 再跟細的表面再氧化 再生成新的一層二氧化系 然後呢 後面的氧 再透過前面生成出來的二氧化系 再過散穿越 鑽到 碰到細再化 所以氧化過程它進了 它是兩階段 第一階段是什麼呢 氧氣必須要鑽進二氧化系層邊 然後擴散到表面 所以它需要第一個擴散進去 直到氧通到細 它才開始產生化學反應 生成新的二氧化系層 所以整個二氧化系層的產生氧化 是哪裡在氧化 是細的表面在氧化 是在氧化 所以細的消耗 是一直往內部消耗 一直往內部消耗 而越往內部消耗 長出來的二氧化系層 最新的二氧化系 越表面的二氧化系 是越舊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所以這是成長 它的成長是這樣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所以二氧化系的成長 是往內部不斷的生長出來 而生長出來的 就繼續往後 往後 往上 所以 細菌的表面這樣 過來了 就會消耗部分的子力能 所以子力能會消耗 子力能會消耗 然後二氧化系的原子密度 比較熟 比較熟 所以基金會比較大 二氧化系的基金 比斯力疼的基金來的大 所以會產生二氧化系 所以產生二氧化系 會消耗掉部分的斯力疼 會消耗掉部分的斯力疼 那這個消耗的比例 將近的比例 大約是47.53 所以47.53 後面大家會想到 如果你腿南京就講 要長2nm的這兩氧化系 會消耗掉 將近1nm的斯力疼 所以如果你長出來的 後度是2nm 你消耗掉的斯力疼 就將近1nm 就這樣 越 長出來的二氧化系 所消耗掉的斯力疼 跟Tono的後度 這裡差不多接近1nm 消耗的斯力疼後度 跟最後的大概消耗掉的 降低1nm 然後呢 後面的氧再過來 他就必須跑到表面之後再鑽進來 鑽到哪裡呢 鑽到這個新的C的表面 然後呢 繼續再氧化出 新的二氧化系出來 然後呢 因為是膨脹了 因為二氧化系的體積比較大 所以呢 你越長 你Tono的後度會 Tono的後度會越來越紅 但是斯力疼的界面會越來越像 所以你站出來的後度 可能是這個樣子 應該說 你的斯力疼可能只剩下這個樣子 可是你氧化出來的 這是你原本斯力疼的規論 你消耗掉這麼多 長出這麼多物啦 所以 你消耗了這麼多物 你消耗了這麼多的斯力疼 長出了這麼多的二氧化系出來 所以你的表面是一直在我上動 等下一個問題 你的最上面的上表面是 越來越膨脹 是越來越突出來 所以氧化過後你的氧化是變厚喔 送去入管裡面 你氧化出來的氧化是變厚 有二氧化系的體積 你氧化的體積來得到 這樣子 大家要知道 所以氧化過程中的氧是來自於外洋片的氣 氏來自於你自己的氏晶圓基板 所以在身上氧化性的時候呢 就會消耗藥基板上的氏 會消耗基板上的氏 好 好 那沒有限定 而消耗的 一 這油線 55比45 55比45 也就是說 你成長 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會消耗45nm的系 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會消耗45nm的系 那五數比四數有時候可能不好記 那如果你不求那麼精準的話 你就想其實就將近一比一啊 將近一比一 多出來的厚度跟你消耗的厚度 所以你就知道 100nm的成長100nm的二氧化系會消耗45nm的二氧化系 然後成長100nm的出來 就這樣 好我這邊休息一下